那我们现在开始 这场戏我在拍的时候 是当时发着38度9的高烧拍的 然后这场戏拍完之后 我就立马去医院打点滴了 救命啊 感觉这是一个非常非常 有趣的一个体验 一边发烧一边拍戏 这场戏是当时我 发着烧拍完的 应该看不到我眼睛的红穴丝吧 应该没有 当时我脑袋都炸了 我在想 我在拍什么 我在拍戏吗 我在拍戏 我在拍戏 我这额头上是一个洞吗 你快走 你快走 我了 发生了什么 难道 我也有法律啊 感觉春妖还是 毒蛇的 然后听着摸的 至于你世人是妖 本军定会查清 下面呢我们看第二个片段 这好像是在 说头发 中间的戏份 好了 怎么样 还不错吧 不过 我这手艺 自然是比白膳差了些 那是自然 那个梳子是缩链的 看起来小语是假的 明明就是独物私人 还假装大度的将福岩膳和留言书都送给了小天师 真是口是心非的狠 我的耳朵可不备 我再说 你第一次给我梳发 到底梳掉了我多少头发 说到掉头发这个事情 最近我也是被困扰着 我连着拍了三部古装了 我是眼睁睁的看着我的发际线 往上移 以前是发现自己 感觉这个额头好像变大了呀 为什么 错觉错觉 后来发现 这不是错觉 这是发际线 正在往上移 有点难过 希望这些现代剧的这个剧组和这个制片人们多多的关注我 让我拍几部现代戏 好让我的头发痒一痒 让我的发际线 把回忆 继续看剧吧 古装的衣服特别难穿 然后穿一次的话 需要最少得 多七分钟吧 而且比较层数特别多 然后也比较热 那冬天的话 穿起来感觉还好一些 但是夏天的话 就非常的遮 尤其是在室外 三四十度的时候 穿古装简直绝望 好啦 晚发穿衣完毕 还有什么洗衣浇花的脏活累活 尽管招货 本公主 冰来降的水来涂眼 你这态度还是很不错的 既然是病 你回屋歇着 这么轻松啊 那我能不能 有意思 你多忍心 提醒我 不敢 但我 我没发现赌装子 你打荒 我还得意误 不敢 你以为我 我能够尝误 你不是那样的人吗 真是 这场戏 我知道 当时我在马车上面吊威亚了一下 哎呦呵 这威亚飞的还可以在 还敢如此嚣张 你为何总拔着我的遗迹 一出游脸 桃鱼装着面 尽你情红一片 此生母他劝灭 青丝年成仙 珠柴冰上卷 这次不拉文具一删 反而看着文具 好看吗 好看 看吗 疼 让我看吧 糖炒栗子 这个糖炒栗子 我当时偷吃了后几个 到目前为止 最终的人还不知道 我也喜欢吃甜食 本军不喜欢吃 好了今天的剧看完了 感觉 这个剧在拍摄的时候 的所有的画面 还有当时的一些感受啊 吃点花儿饭 吊的薇雅 然后 淋过的雨 当时天气特别热 晒过的太阳 感觉就像 绿绿在目一样 感觉这些事情就像是 昨天刚发生过的 是一段 我非常珍惜且难忘的回忆吧 很开心 感觉自己的作品能够 自己能看到 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最后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白灵坛 然后多多的支持 春瑶 拜拜 拜拜 好